大家好,我是Stan 4月25号,BikBang的官方Facebook头像 更新闻包含森林的5人BikBang照片后 引起了网友们的热议 2019年,森林因为夜店事件宣布退团以及退出了演艺圈 而去年也有过4位成员的BikBang照片 所以对于这次官方Facebook的5人BikBang头像 很多网友们都表示 森林为什么会出现呢? 是不是YG志愿的失误? 这真的是无视大众们的行为 该不会是有5人BikBang吧? 但是也有这样的反应 之前就是这张照片,只是换了几次而已 应该不是有什么特别的意义 又没有说森林会再加入 只是上传个照片都不行吗? 不需要这么敏感吧? 看来BikBang是真的要回归了 因为就在同一天 GD也将Facebook的头像换成了这个黑白照片 而且最近GD在接受一家杂志社采访的时候说过 最近有一直在做BikBang的歌 所以这一连串的事件 就令粉丝们都非常期待 所以对于BikBang可能会回归的消息 大家觉得怎么样呢? 下个消息是 4月26号 今年73岁的演员YUNYA醬 对,就是YUN SIKTANG的YUNYA醬 在第93区OSCAR颁奖典礼 以电影MINARI获得了最佳女配角奖 这是韩国首次获得个人奖项的记录 也是继去年的KISSEN CHUN 韩国电影连续两年在OSCAR颁奖典礼收奖的大记录 然后除了获奖本身之外 YUNYA醬的幽默直率感动的得奖感言 也是收到了全世界观众们的关注 甚至也被纽约时报选为是 今年最佳得奖感言 并称赞YUNYA醬是 OSCAR颁奖典礼意想不到的礼物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这个颁奖典礼 YUNYA醬的得奖感言虽然整段都非常棒 但是YUNYA醬在得奖感言的最后 有感谢第一次找自己拍片的导演 在听到那个部分的时候 真的是让我感到非常敬佩 真心希望YUNYA醬以后也能渐渐看看 继续能拍出很多快智人口的节目 今天最后一个消息是 Lendingman的元年成员 宜光鼠宣布退出Lendingman 今天 宜光鼠的所属公司正式发出声明表示 演员宜光鼠将在5月24号拍摄最后一次的Lendingman 去年宜光鼠因为车祸受伤 一直在接受附件治疗 但是在拍摄时 很难维持最好的身体状况 因此与成员们 剧组所属公司 长时间的讨论下 决定需要重新调整一下自己的身心 11年不短的时间 决定在一起同苦同乐的节目下车 这过程真的很不容易 之后宜光鼠会以更健康开朗的样子 与大家见面的 我们来看一下韩国网友们的反应 想到以后在人里面看不到 宜街色开宜光鼠玩笑的部分 就觉得很伤心 辛苦了宜光鼠 不管怎么样 希望宜光鼠的健康能早日康复 以后能在更多的地方与我们见面 宜光鼠 辛苦了 宜光鼠无论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